每天两部人性大片大家好我是风哥 男子突然喜当爹还多出一个孙子 一向自诩单身贵族的他 要如何扮演爸爸外公的角色 今天带来一部暖心电影非常主播 男主男贤猪是一名生活精致的单身贵族 也是一档谈话类节目的主播 这档节目里经常有人打电话询问黄敬乳事件 而高频率的来电为节目赢得了相当好的收视率 男贤猪也因此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至于这个黄敬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概的来说就是黄敬乳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与隔壁邻居弟弟有了人生初体验 她因此生下了黄敬乳 但这一切黄敬乳的亲生父亲并不知情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黄敬乳也紧随了妈妈的脚步 未婚生子生下了一个叫吉童的小男孩 而黄敬乳一直都在男贤猪的访谈节目里询问她的意见 跟她交流类似未来发展的生活计划 最近黄敬乳再次来电告诉男贤猪说 自己已经有了亲生父亲的下落 已经在寻找父亲的路上了 男贤猪当时应付就回答说 真好啊 祝愿你和父亲都能一家团聚幸福 说过这话后男贤猪就后悔了 你说一个男人怎么能突然凭空接受 多出来的女儿和外孙呢 但是想想跟自己也没啥关系 还是喜得香香的去觅慧自己的性感女主播吧 可哪知在家收拾的一丝不苟的男贤猪却没能等来大美女 反而等来了两个脱油瓶 没错 他们就是黄敬乳和黄鸡童 而男贤猪就是他们口中苦苦寻找的爸爸和外公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转变都让男贤猪无所适从 本来每一天清早就可以喷上各种名牌香水 穿戴各种大牌精致地过着每一个细节 面对美好的每一天 可突然来自乡里的女儿和外孙 突然打破了这一切 他们的生活习惯完全格格不入 吉童更是有梦游的习惯 男贤猪最开始的每天晚上 都要被在客厅里四处晃荡的吉童吓死 这男贤猪不是没有怀疑过黄敬如的身份 可找到朋友一鉴定 结果显示百分百是自己的女儿 而且朋友还没鉴定前就说了 这一看就是你女儿 简直一模一样 可是男贤猪一个黄金单身贵族的日子还没过够 于是他变着法 想要把女儿和外孙送走 但是几个回合逗下来 还是女儿略生一筹 男贤猪妥协了 答应女儿让他们在这里待到过年前 于是三个人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慢慢的大家也开始习惯彼此的存在 过得十分和谐 也透露着幸福 虽然彼此都不承认 而黄敬如在男贤猪不知情的情况下 参加了节目里 主办了一期有关演唱的比赛 这可让男贤猪慌了神 她开始担心 这一切关系暴露于众 自己的单身好名声受损 但女儿出色的唱功 无疑折服了她 她也把所谓的狗屁担心扔到了一边 开始让女儿放心地去追逐自己的唱歌梦想 一切都顺风顺水 黄敬如的前男友看到了她的唱歌视频 她又再次找到了黄敬如 并将自己的爱恋再一次全部倾诉给她 而敬如去参加比赛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希望能再见她 所以前男友既然已经回到了身边 两人自然是很快又一次陷入了爱河 一次男友送黄敬如回家 看到了她与男贤猪的打闹 还一起上了楼 由于年龄实在相差的太少 男友也不得不怀疑黄敬如 是被男贤猪包养的那种关系 于是她拍下了照片 想要去质问女友 看到男友如此恶心地想象自己 黄敬如觉得难以忍受 即使黄敬如当机砸坏了相机 拿走了芯片 但不幸的是 一个记者还是早一步拿到了这些照片 并放出了风声 说电台主播男贤猪私生活混乱 包养女人 这样电视台台长对男贤猪大发雷霆 并且严肃地告诉她 让黄敬如退出最后的比赛 要不然她真的会毁掉男贤猪的前途 颓废生气的男贤猪回到家 当然是对着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儿一顿发火 说她当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错误 现在不仅没了单身好日子 还面临事业危机 她一气之下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这些话无疑都击中了敬如脆弱的心 她其实就是过来寻找一份简单的父爱 既然不能 那她走就好 于是黄敬如带着孩子离开了 此时的男贤猪看着突然空荡荡的房子 也开始反省弃自己 后悔对女儿所做的一切 她通过节目告诉女儿自己的后悔 以及鼓励女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梦想 这些话打动了女儿的心 黄敬如按时来到了比赛的赛场 就在比赛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吉童却不见了 寻找女儿无果的黄敬如早已失去了理智 她急匆匆地冲上舞台 对着男贤猪大声地咆哮着 爸爸 爸爸 希望寻求父亲的帮助 这一刻她忘记了与爸爸之间的身份保密约定 可是当时的直播环境并不允许她这样发疯 导演派人把她拖下了台 看着如此撕心裂肺哭叫的女儿 男贤猪再也隐瞒不了 什么名利 一切哪儿比得上家人重要 心疼女儿的她不顾主持节目 中下台就给了工作人员一拳 她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然后 两人四处寻找吉童 终于在一处酒店大堂找到了吉童 故事的最后 祖孙三代抱在一起痛哭 一家人和和美美 吉祥如意 其中有着数不尽的幸福 有哭有笑 有吵有闹 琐碎又充实 若为握不住的功名利路 放弃家庭的美好 实在可惜 一个电影故事 一种人生感悟 期待你的关注 拜拜